近期,哈尔滨市疫情反弹韩某极有可能为传播链源头一事,成为广大群众关注的焦点。 4月28号,黑龙江省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,并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学教授对此事进行解读。 据张学教授介绍,黑龙江省疾控中心于4月15号将采集到的21个人的全基因序列数据,分两批送往中国疾控中心, 交由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进行分析。 发布会上,张学教授对韩某在哈尔滨结束居家隔离后,曾与家人共同进餐,还曾前往上海进行手术, 但截至目前仍未造成其他相关人员感染的问题,进行回答。 等到他的解副隔离的时候,他核酸几次检测都是阴性,但是他有两次IgG是阳性的,证明特性的抗体已经有了。 到这个阶段的时候,病毒已经不能说销上匿界了,通俗讲它已经被打败了, 所以呢,传染感染的机会就是明显获得大幅度,或者是这种这种想象。